大家好,我是娃娃,欢迎收看《悬暗真相》。 金格四义书中的主角沟口,是一个有严重口吃,长相丑陋的小和尚,但他崇尚无暇的绝美,一心追求完美事物,而导致内在扭曲,在现实与其理想的巨大鸿沟中被啃食殆尽。 他沉溺在自我的幻想之中,将自己想象成历史上的暴君,拥有绝对的诠释和钢铁般的意志。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沟口陷入深深的不安与悲哀。 他当时在内心独白着, 美丽的东西不久就要成为灰烬,那么,真实的金格四便和我幻想中的金格一模一样了。 沟口希望心中向往的金格四,维持在自己所想象的样子,打算纵火焚烧金格四,自己再随着金格四消失在这世上。 但在焚毁金格四后逃离现场,他掏出口袋里的小刀和安眠药,最后却没进行到底。 他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响。 还是活下去吧。 金格四是日本知名文豪三岛游济夫在1956年发表的长篇名作,堪称最广为人知,是部充满悲剧性幻灭美学的作品。 他将自己的角色带入书中的小和尚沟口,自残于自身猥琐的外表,但又崇尚极致的完美,导致成为内心扭曲与幻灭的少年。 可以说,他在现实中的想法完全是与他创作内容互相呼应。 只是三岛在故事中饶了沟口一命,在现实中却没能放过自己。 三岛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严厉的军国主义十分沉迷,所以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社会的西化和日本主权受制于美国的状况非常不满。 1965年,以三岛的小说《幽国》为蓝本的同营电影预言了他的结局。 影片中一位忠于天皇的日军大卫在1936年的政变失败后切腹自杀,仿佛告知了众人慷慨激烈的死亡才是他的花鹿。 在两年后的1968年,三岛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组织《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且保卫天皇。 在他慷慨激昂地站立于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阳台时,他说。 随后,从阳台退入室内,三岛游记夫在《俄纪》记上了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三岛游记夫以及他那人生的最后一幕。 大名鼎鼎的文豪,直至今日,他们的名字依然被挂在神坛的那一段,而他们却有不少人都寄望着自己生命的终点可以像作品那般浪漫。 三岛游记夫原姓平刚,出生于东京市四谷区,也就是如今的东京都新宿区四谷。 他的祖母平刚夏子,具有日本贵族血统,是幕府时代传承下来的水户番旁之番主的外孙女。 曾在日本皇室有七川公家中学习过礼仪,是个充满威仪,但却很固执神经质的传统女性。 由此得知,三岛游记夫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由旧式日本妇女所统治的家族。 在那个政治动乱,生活朝不保夕的时代,再怎么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过是个实打实的没落贵族。 家庭氛围压抑而虚伪,这种落后的封建家庭早已被社会给抛弃,然而家庭内部却还要保持像谎言般的自尊。 冠上平刚这个名字的人,身上仿佛是背着沉重的枷锁,一辈子不能脱身。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三岛游记夫,始终带有女性的阴柔气质,性格上脆弱压抑而敏感。 同时,由于自小身体瘦弱,婴儿也更加期盼能拥有健康的体魄,所以对于健康的身体这件事极为看重。 甚至将这件事外化为对于健美肉体的追求。 三岛本人成年以后,犹如偏执狂一样的锻炼身体,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古希腊或古罗马雕塑一样的健美身躯。 三岛在上中学之前,一直是与执掌家族大权的祖母同住。 从六岁开始,祖母便坚持让她进入天皇家族专门就学的皇族学校学习院就读,因为过分的保护与管教,造成她贫弱的体质与孤独、纤细、敏感的人格特质。 但是也因为祖母的熏陶,使她有非常多的机会接触歌舞技与能剧等艺文活动。 再加上喜好西方文学的母亲之鼓励,而打下日后她在小说、舞台剧剧作方面能高度转现的基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日本的处境开始急转直下。 崇尚武士道且积极于锻炼身材的三岛收到了征兵检查通知,终于可以一身红制为国献身。 但一名军医将其咳嗽症状误诊为肺病,判定是第二一种体位,成为待机征兆身份。 虽不能如愿入伍,但在当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习院高等科毕业, 受到天皇颁奖赠予银饰手表以及日本驻德大使馈赠的文学书三册。 同年十月,三岛的出道作品《短篇小说》《鲜花盛开的森林》也出版, 正是由业余的文学创作者转换进专业作家的领域。 隔月,她获得推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就读, 主修德国法律,也由于这身份暂时免除受征兆入伍的必要。 1945年,日本在战局中已处于强弩之末的境地, 三岛游济夫终于被征兆。 她首先在群马县的飞行机兵工厂担任勤劳动员, 又马上被正式征入军武, 但因为出发参战之前罹患严重的感冒, 军医误诊,以为是肺病未愈, 结果立刻被遣送回乡。 她隶属的部队抵达菲律宾后, 在战争中严重折损,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逃过了死亡的命运, 但是1945年对于三岛来说, 似乎是不满伤痛的一年。 8月15日,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四天后, 三岛在文艺文化的好友连田善明, 认为所属连队长是便捷叛徒, 将其枪杀后自杀, 以陆军中尉的身份葬在马来半岛。 同年10月23日, 她的妹妹美金子因伤寒病逝, 十年仅二十岁, 种种打击, 使得三岛陷入了人生的低潮。 看着自己无法参与的战争, 无法捍卫的军国主义, 战败的日本正一点一滴摧毁着三岛的金格斯。 战后, 三岛成了畅销作家, 甚至当上了电影导演, 有时还会在自己的戏中单纲演出。 1951年年底, 三岛的创作人生登上巅峰, 她发表了一部作品《禁色》。 禁色的男主角是个同性恋者, 这在当时保守的日本社会是较为耸动的题材, 因此时下的舆论都将故事中的主角, 视为三岛本人在性向方面的影射。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前一阵子因手机桌布宏极一时的日本女装艺人, 美伦明洪。 盛传三岛与她是恋人, 三岛在发动三岛事件前, 据说曾去见过她一面。 根据美伦明洪的转述, 当时她打工助唱的商家一楼是咖啡厅, 二楼是俱乐部。 三岛游记夫当时也才27岁, 因24岁时出版了《假面的告白》而声名大噪, 是出版社的当红作家。 年轻气盛的美伦明洪, 看到整家店每个人都冲着三岛喊老师, 很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 在二楼的三岛看到正在一楼助唱的美伦就对服务生说, 给三倍小费, 将那孩子上来。 美伦明洪拐着脸, 傲娇地说, 好啊, 有三倍小费, 我就去。 三岛一开口就问她, 你要喝点什么吗? 美伦下巴角度持续维持。 不了, 我又不是赔酒一计。 她说她记得, 三岛当时对她说, 好羞张啊, 真是个不可爱的家伙。 而她也不甘示弱地回嘴。 不可爱也无所谓, 反正我很美。 就这样, 两人结下不解之缘。 意外的三岛觉得美伦这个人很有趣, 后来便时不时地就会来店里找她。 两人变得很好, 一起演出, 一起写歌, 却只要一见面, 就是在斗嘴。 三岛批评美伦穿的花里胡哨, 就带她去买新衣服。 美伦穿着不合乎自己形象的皮衣, 气得在路边哭了起来。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打闹着。 根据三岛的作品看来, 她与美伦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她追求的 古希腊柏拉图之爱的色彩。 因为三岛在作品中 经常都在描述一个绝美 但不可玷污的少年, 就如金格四之美, 或者她心目中的天皇。 所以美伦明红的定位 比较容易被推敲成 在内心保存的一种理想之美, 可远观而不可泄弯。 直到1970年11月, 美伦在东京有乐丁拍摄日剧。 在后台补装的她, 看到帘子下面 有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鞋。 三岛给她送来了 一大束红玫瑰, 大概300朵左右。 美伦将玫瑰花放入水桶, 一如往常说些不上心的话, 就因为表演将要开始 而准备离去。 此时,三岛说了声。 别了, 我不会再来你的后台了。 此后的发展, 大家都是知道的。 11月25日, 三岛游济夫前往自卫队筑屯地, 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借口, 进入总监 一田坚立中将的办公室, 并将其绑架为人质。 随后, 三岛在总监部阳台 向800多名自卫官发表演说。 她呼吁, 放弃物质文明的堕落, 找回古人淳朴坚忍的 美德与精神, 成为真正的武士。 她发动兵变, 推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 而应美国要求的 禁止拥有军队一文的日本国宪法。 她提倡, 使自卫队成为真的军队, 以保卫天皇和日本的传统。 但她的热情没有人响应, 甚至大伙嘲笑三岛是疯子。 这整个过程, 美伦先是收到有人电话, 急忙冲到事务所的电视前, 目睹了三岛站在阳台上的演说。 宣读完她的理念, 三岛随后从阳台退入室内, 按照日本武士传统仪式, 切腹自杀。 三岛由肌肤在额头记上 七生报国的头巾, 并用白色的布将预备 切腹的部位一圈圈紧紧地裹住, 拿起短刀往自己的腹部刺下, 割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肠子从伤口流出来。 随她同来的两位盾会成员之一的森田毕胜, 用鸣刀关孙六为三岛进行戒错, 一指因切腹无法马上死去, 为了让切腹之人缩短痛苦而进行的斩首仪式。 但您害怕手软, 森田连砍三次都未能斩下三岛的头颅, 三岛忍着痛楚低吼着, 再砍,再砍,用力! 第四次戒错, 因森田心理素质不堪负荷, 改交由学习过居河道的盾会成员, 骨贺耗尽之行, 才终于成功。 三岛的事件闹上电视后, 有许多与她交好的文坛巨播, 纷纷赶到现场, 当时只有声望最高的川端康城, 获准进入。 据说,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得主是川端康城时, 三岛在第一时间得知得主不是自己, 便脸色铁青, 一言不发, 驾着自家跑车上高速公路奔驰数小时, 显见未能得奖, 对她打击极深。 虽如此, 三岛还是十分崇拜川端, 将她当作可以吐素内心的前辈, 川端也十分爱惜着个晚辈, 所以这个事件让川端很受刺激。 她曾对学生表示, 如果当初诺贝尔奖不是我得到, 而是三岛得到, 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 因此, 三岛自杀之后17个月, 川端也选择打开煤气自杀, 未留下知字遗书。 两人相继自杀, 实在冲击日本文坛。 摆在现代, 三岛游基夫无疑是个激进派分子, 他反对日本宪法同意美国要求不设置军队, 认为如此无法保护他们的天皇, 甚至认为应该恢复日本军国主义, 让自卫队可以上战场。 但我们怎么能否认, 他的爱国情操, 及对当下大时代的不安所做出的实践, 是那么妥贴。 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天人武衰》中, 有一句这样写道, 但在冬天光线过于充足的日子里, 我透明的心甚至也有光线爬进,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一边幻想自己身上长出无遮无拦的双翼, 一边强烈地预感到, 我这一生恐将一事无成。 三岛终其一生捍卫着他的完美, 但支持着他的却是自身的缺陷, 就像他那透明的心, 将脚踩在摇摇欲坠的悬崖边, 薄弱的立足点, 该怎么支撑他心中的金格寺, 如他过分闪耀的文采带来的羽翼, 名利双收了, 但内心还是空虚了, 只可惜了此生真的想完成的, 还是一事无成了。